你 我来吧 爹爹 女儿听一下人说 家中出了内鬼盗窃 可不知道内鬼是谁 是如何勾结他 都是些旁之默契 解决了 不必担心 我还听说 六妹妹手下的人 在家中拷打审问 这 这恐怕不是咱们 清留人家应该做的事吧 女儿甚是担忧 恐怕六妹妹这样 倒行逆施 有损了爹爹清誉 口问虽有失人和 但为着捉拿贼人 家老太太 你祖母安心 也顾不得了 爹爹 不过抓个家贼罢了 何必出动侯府侍卫呢 家中的人尽够了 六妹妹的作为 实在是害人听闻啊 再说了 那康姨妈不过也就 你想问什么 你究竟想知道什么 女儿这次 只是想回娘家看看 可没想到 全家都拿我当外人 这事明明就有隐情 外人不知 女儿还能不知吗 可如今 全家都知道 知我不知 问起来竟没有一个人 搭理我 怎的 难道女儿不姓盛 女儿就不是爹爹的 骨肉了吗 何必这般防着瞒着 自然还是我的骨肉 女儿知道 当初婚嫁的事情 惹得爹爹不痛快 可是一来 那梁家毕竟是伯爵人家 说出去 爹爹脸上也有光 二来 我们毕竟是血脉相连 如今家中出事 女儿忧思终日 茶不思饭不想 兄弟姊妹们都可以知道 为何女儿不能知道 婚儿就这么不堪吗 你看你说到什么地方去了 把自己说成这样 这里头 此事多一人知道 就多一份风险 花蓝如蓝就算知道 为了母亲的声誉 又妹妹为了祖母 都不会多说半次 长风和三弟妹 让我们给瞒住了 不妨是 可是旁人就难讲了 不见 你我如今位列朝臣 一切都要小心清智 这里头并无内情 只你想多了 你都是嫁出去的人了 多操心操心 你夫家的事吧 夫家都还好 再说了 我毕竟也是盛家的人 多关心关心爹爹 自是应该的 也不见大娘子这件事 夫家还好 为父二子四女 眼下个个都开花结果了 无论是你哥哥嫂嫂 那几个姑爷 都算是夫妻和睦 只你一个 三天两头家事不宁 你成婚至今数载不欲 四姑夜房里头 鸡犬不宁 连我这个男人都知道了 你却说 夫家还好 不是 爹 爹爹怎的 忽然说起我来 你说别人可得 说你就不得了 你们姐妹几个 乃我一脉所成 你怎么不跟姐妹们 比别的本事 整日打听非短有长 适合理数 自家都已经乱成这样 还要功夫来管娘家的事 舍本主末 不知所谓 弟弟 你知道梦儿不是这样的人的 当初你和你小娘 做出如此不要脸之事 我没追究你 你反倒上门来盘问我的事情 快快出去 误了我这副字 是